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去一下 迪士尼的探索家酒店 暑假 跟小朋友去玩 始終疫情關係 就去不了外地 趁著暑假 短短的暑假 就過來迪士尼 去玩一玩 這次有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們沒有買到 但是我們預訂酒店的那天 為什麼會預訂到呢 價錢是貴的 一來現在是逛貴 二來原來還可以預訂到呢 就是因為 我預訂酒店的日期是不可以入圈的 即是迪士尼是關閉了 才有期讓我預訂到 價錢上其實真的是貴 即是暑假時間 還有新鮮 亦有筆 讓你可以畫東西是不是 嗯 不能寫東西 這次按你沒有脫口罩 立即脫 酒店的Check-in時間是3點鐘 其實也有點晚了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都會預早點來 拖一下可不可以拿到房間 大家這件事都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站我們去了千彩餐廳 始終我們到的時候都已經很晚了 它就有一個下午茶3.3的餐 238元一個 就好像是自作餐形式 就帶大家看看有什麼顏色 很有趣的小朋友 尤其是我小時候也好 我女兒都很喜歡吃小碗 這個真的沒有太過人興趣 我自己當然喜歡一些香口食物 有很多香口食物 有炸雲吞 西多士 煎醬三寶 你看看 咖喱魚蛋也會有的 但是我自己會拿得比較少 但我女兒可能喜歡吃咖喱魚蛋 所以也有拿到的 另外就是有甜品類 一些鍋膚 哈多士 其實香口食物是比較多的 但也不錯 挺好吃的 最後是吃了一個甜品 一個菠蘿包夾著一個雪糕 比較有趣的就是 它有一塊紙還是米紙的東西 寫著 叫我們親熱食親冬食 不知道其實那塊食物是否可以吃 如果知道的觀眾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相信 即使放上碟的阿鷹 安全理由都應該可以吃 但我們沒有吃到 如果你知道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吃飽飽就到處逛逛逛 始終我們不能入園 只可以在酒店範圍附近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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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就是去游泳 酒店的泳池游泳 我們連續兩晚都會游泳 但大家要注意 每個房間的泳池只能預約一個時段 預早在大堂要登記泳池 如果沒有登記的話 就可能要登記 未必有位 而且每個酒店房只能預約一個時段 其實真的不足夠 我預約到最晚的時段 只有一個半小時 這也是比較短的時間 這裡玩螢火會吧 在酒店走一個圈 再回酒店休息一會 我們去了游泳 游泳後就開始夜了 就去了這間星航淘咖啡廳 有些食物賣 不是餐廳形式的 你買完自己也拿去吃 有些兒童餐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 我基本上叫了幾個餐 一人的餐 小朋友就要叫了一個兒童餐來吃 味道還不錯 尤其是兒童餐算是蠻豐富的 焗薯又不是兒童餐 另外68元 焗薯又不是兒童餐 不過焗薯又不是兒童餐 但兒童餐也叫做滿足到小朋友 這樣也已經足夠了 其實也是吃飯時間來的 但你要看到餐廳 也算是蠻多人的 對 我相信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日子不能進去完 這樣就容易讓我預約到這些時間 但因為旺季價錢也會很貴 特別是廚師推介 肉丸意粉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太太就叫了韓式炸雞 爆菜炒飯 餐廳吃到尾 都沒有太多人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太晚了 不知道再早一點時間 會不會多些人 但我們游完水 都已經看到沒有人了 剛才提到 記得去到這個位置 去預約到遊泳的時間 否則就只需要登入 另外就是 它有紀念品店 這個真的是小朋友天地 雖然它自己也說 是長大了 也不必買很多公主的東西 但很多產品都很適合小朋友去看 這個很漂亮 這個很漂亮 是頭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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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看 在這裡 每天 這麼大 兩個 出然後 是梳 梳 你覺得哪個漂亮啊? 哇!這個這麼多的呢? 整個家族啊 整個家族啊? 你可以試一下嗎? 我剛才看到那個姐姐大一點 是嗎? 整個頭都是頭 整個頭都是頭 假裝他? 假裝他 假裝他 有一次他穿成這個 用衣服穿成這樣 嗯 你怎麼辦? 有箱子要這個 哪個啊? 哪個啊? 走完這個商店 發覺後面按鈕和打電話的地方 原來有些遊戲機可以玩的 原本有兩部機器 但是發覺有部機器就壞了 只剩下一部 免費可以玩的 最初我們都是以為要入錢 誰知道原來是免費的 有小朋友也可以在這裡消耗一下精力 過了一晚了 第二天我們就因為 餐是沒有包到早餐 即是我們那個 沒有包到早餐的價錢 我們就去先去餐廳 吃一個類似Bunch的食物 也不是的 也算是午餐 他有午餐 我可以放上一個列列給大家看 之前他有一個 上次侵察的QR曲 其實也有QR曲 大家可以回來看看他有什麼食物 最深刻印象應該都是這個 豬頸肉 整個叉燒 味道跟叉燒很相似 這個牛扒 就是正常食物 也不是很差很難吃 但正常食物 至於頭盤也有些奇怪 當時他吃完所有食物 再追問才會拿到你 應該都是留下了 頭盤甜品 主菜都不差 兩個人都可以 價錢是500多元 最有趣的是我女兒 很想念昨晚的肉丸意粉 特意吃完那餐 也要去酒店店吃 所以就買了一個肉丸意粉給她 所以剛才我們吃的餐廳 就純粹叫了二人餐 留下女兒的肚子吃這個意粉 可以了 這裡 看她吃得這麼開心 我在剪片的我 都看得很餓 很想吃 哈哈哈哈 吃完東西 有足體力 我們這麼好天當然要出去 我的目標就是去迪恩湖 因為迪恩湖一來就有環境不錯 二來就是有便利店 我有目標就是想去便利店買東西 不想出回東涌 既然這樣便搭乘 穿梭巴士去迪士尼 再轉R8巴士去迪恩湖 會程的時候 我便自己走回去 便沒有搭乘巴士 大家要留意 一定要是酒店的穿梭巴士 去迪士尼再轉R8 迪士尼酒店是沒有巴士 或是沒有穿梭巴士去迪恩湖 大家要留意 之前都來過迪恩湖 有野餐 有試過工作 拍攝 也很少人 這麼慢活地慢慢走 發現到 原來迪恩湖 有很多人放過巴西龜 不得了 有很多魚 不知道是否有些人放進去 但巴西龜一定是 最近都知道了 巴西龜在香港來說 算是一種入侵性的物種 所以大家 養龜 不要一時貪得意去賣龜 呼籲一下 如果大家買了龜 也沒辦法 要對主人的承諾 好好照顧它 不要亂放棍 始終巴西龜對本地的物種 對水裡的生物 是一個不好的影響 也是一種入侵性的物種 大家要留意 雖然它很可愛 但也希望趁這個機會 呼籲給大家聽 其實去完蝶湖 我們又回到酒店房 之後準備去游泳 所以游泳沒有給大家看 之後游泳又是 買了外賣回去酒店房吃 我就是回到星行淘咖啡廳 買了外賣 買了扁麵包 買了鮮茄黑松露飯 先劇豬扒黑松露飯 和一個小食拼盤 你說好不好吃呢 可以的 但吃得有點悶 因為沒什麼好選擇 因為中菜廳 原來都要有酒店房包的套餐 才可以去到 我不知道時段會不會有分 不知道大家之後去的時候 會不會好一點 可以隨時進去 但如果我這次去的話 只可以選擇 一是星行淘咖啡廳 一是進去煎醉餐廳吃 其實兩間都吃得有點悶 我曾經嘗試過 想去旁邊很久的酒店 吃東西吃二餐 以前吃過的 但發現現在是暫停營業 大家要留意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基本上只有探索家酒店可以選擇 我自己覺得這個扁麵包特別難吃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特別喜歡這些 但少許拼盤還可以 豬扒飯也是還可以 像大加樂大快活的級數 最後也是靠我清 但也清不完 因為基本上都不太好吃 又吃得厭了 我吃了兩天 那兩間餐廳有點悶 也吃不到 雲龍軒 我早上去吃早餐 試一試它的食物 看看早餐也很好吃 始終都想試不同的食物 還不錯 它有點心類 西式食物 炒蛋 腸仔 燒牛肉 火腿 也有 沙律菜 全部都齊 甜品都齊 都算是這樣的 二百多元一位 所以如果我再有機會來 我都會選擇包早餐 因為早餐也算是蠻好吃 第二天早上 因為很早就要離開 退房 11點鐘 如果我有工作 就更早退房 這次是一個新嘗試 分享自己少少生活上的東西 亦都分享一下 去玩的時候 一些經歷 之前有試過去Hotel Icon 試過中間很大的地方 很舒服 最壞是沒有拍給大家看 這次的迪士尼 特地拍給大家看 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小細節 希望你喜歡這影片 我們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讚好影片 分享一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